美股周線三年跌 下個星期可否反彈呢? Tesla一個星期大跌了18% 那究竟可否抄地?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美股課堂 我是小金 第一次看片的朋友 記得點讚、訂閱、打開鈴鐺 以便後期持續收聽我們的課堂 我們先來複盤一下 標普500指數的周線圖表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到什麼呢? 就是用到KDJ的追值的時候 它當時在這個位置跌穿了80% 看到一個短線高位 之後也是一個比較激進快速的沽出位置 你看看後期連跌了三個星期 而現在導致本個星期結束之後 它的追值已經跌穿了50線 這條黃色線的位置 那現在可否抄地呢? 因為根據追值的表現 就是我們有兩個辦法 可以安全地進行買入的 第一個就好像圖表當中的這個位置 跌穿了20 再上穿20 跌穿20 再上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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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位置 那這裏呢 就是一個相對安全的一個賣入位置 按照現在的情況去看 一般只要你看回 如果市場持續的下跌 你看回 即是持續的下跌 才會到20 如果不是 它就不會到20 但如果你想 現在會不會有聖誕行程 你想它會不會有聖誕行程 那最後才會一波行程 那如果有聖誕行程 它會怎樣發生才會有聖誕行程呢? 就是下個星期一定要出現這個追跡 上穿了這個50線 即是我們說回這個黃西線的位置 這樣這個位置 也是一個安全的賣點 但是下個星期 如果它不可以去升穿這個50的位置 我們就要有心理準備了 因為代表了市場還要繼續的下跌 即是跌到相對低的位置 再次出現追跡跌穿20 再次出現追跌穿20 這樣才會有機會去進行低位的抄底 這個是周線的解讀 同樣我們去看日線 日線圖表 日線圖表我們就一直用到黃金分割比率 回到50%的位置 這個位置大概在3,800左右 很明顯看到它之前在這裡 都觸碰到很多次50% 說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在這位置都觸碰到50% 很明顯這裡也是一個重要的支持位 但是你看看它以往 這裡都彈到61.8% 但是非常好色又回落下來 證明61.8%這個位置是一定的阻力區 但是如果後期再調整 那就是38.2% 38.2% 這個也是一個重要的支持位 這個位置大概在3,727點左右 如果我們真的想去佈局這個聖誕行程 甚至乎新年的開門紅行程 下個星期 美股就必須明顯的快速去突破 這個61.8% 才會走出強勢的走勢 才可以有你的紅包行程 新年行程 這個是標普的角度 和我們帶來分享的 看看我們去對比一下 道指和標普的走勢 其實道指是目前 美股指數當中走勢最強的 怎麼去理解呢? 因為你看到 道指在這個位置 都穿了前期的高位 是不是? 那 標普有沒有? 下面這個是標普 標普有沒有? 標普沒有 沒有穿到前期高位 那你再去看回到的納子 上面依然是道指 納子連它反彈的一半都沒有 那你又下跌反彈到它自己一半都沒有 那納子更加弱勢 指數之間是相互嚴正的 標普和納子都未突破前高 所以道指突破都不會持續太強勢 所以你就受到它的影響 12月份都是調整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我們影片對你的操作有幫助 記得點讚、訂閱、打開鈴鐺 我們精彩內容持續看 好了 我們看完指數 我們接下來就重點去看一些熱點的個股表現 去看看Tesla Tesla的圖表 最近都是一直創新低 不斷創新低 為什麼? 因為大家抄低的人實在太多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下方的成交量 在最近的兩到三個星期 是不斷放量創新高的 可以說是下跌方量 下跌方量 大家其實都有一個誤區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判斷的 我接觸的朋友當中 都是覺得下跌方量 下跌 低位了 低位了 有人去抄底了 有人抄底了 所以就覺得是機會 是不是? 不一定 你看回為什麼是不一定呢? 因為你覺得是賣的人多 但是你明白 沽出的人都很多 因為賣起賣先 賣的人特別多 那代表了拋盤太多了 根本很難止跌的 你再看下面的MCD的情況 蟹庫區也很多 所以說明了 蟹庫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在這裡抄底就非常之危險了 你如果一旦抄底 你就變成了這堆綠色的蟹 因為最近問的太多瘋狂去抄底 雖然都很快就輸錢 也有股民也是比較遵守這個紀律 就是說我少住去抄底 一旦發現不對路了 都會立即止蝕 但是很多人就不懂得止蝕 不懂得止蝕 川普又很重 所以最近的損失都非常之大 其實也希望這一次Tesla的下跌 都給你自己一個警鐘 希望你在未來當中都不會亂去抄底 記得不是亂去抄底 抄底可以 但是不是亂去抄底 為什麼呢 因為下跌 一定要記得下跌放量 因為沽出的人都很多 拋棍都很多 你不可以輕易去抄底 那在什麼情況之下 才可以適量的少著去抄底 就是你要看有沒有明顯的止跌 強勢的反轉洋竹 大洋竹 有沒有洋包音 甚至乎有沒有早晨之聲 同時記得下方的成交量都沒有放得太大 最起碼要先出現 出現什麼呢 出現了成交量的相對萎縮 或者說回到正常的水平 這樣的情況下 說明了這個恐慌性的拋售 才會有數量緩解 我們才可以安全地去小糧抄底 你看到這裡 當時在這裡都放量下跌 放量下跌 但是你抄這裡一樣下跌 但是回到正常水平之後 這個位置止跌 有一個小反彈 這段反彈不是很多 我只可以說小反彈 因為有彈得多的 都是彈得少的 好 我們再看回黃金分局的擴展 來看 我們是融到高位314 到這個低位 到這個低位204 這個位置去劃出的擴展 重點我們要去看的是哪個位置 161.8%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61.8% 只不過是加了一倍 這個位置大概是137 但是這個星期都跌穿了 上星期都跌穿了 已經跌回到161.8%至180.9% 如果它再下跌 就有機會116 又有機會116 所以如果這裡可以出現了 一個強勢止跌的揚足 才可以代表反彈的開始 大家記得 因為彈都是彈得多 都是彈得少的情況 剛才這個位置 剛才我們看到 哪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彈得少 是不是 彈得少 由204到225 不是很多 這陣子就彈得多 所以 有彈得多 又彈得少 甚至乎都有不彈的可能性 你再看下方這個什麼 重要的 200% 200% 這個位置已經跌穿了100元 到95元了 雖然說現在距離這個位置 還有一段距離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樣去 體待這個Tesla 或者說你覺得不覺得 在最近一個月的時間裡面 Tesla有沒有可能跌穿這個100元呢 如果你同意的 那你就可以回回一個yes 覺得完全不可能的 那你回回一個no 相對來說 我們去看港股方面 那麼 比亞迪 港股的汽車龍頭 是不是 比亞迪的走勢 相對Tesla 他是比較強勢 因為 比亞迪是由 7月份 巴菲特減持之後 一些情況出現 之後 333 就跌到161.7 之後止跌 止跌之後 就盤整了3個月的走勢 在這裡橫行 我們看看 其實最近 也有不斷地 全民巴菲特再減持的消息 一定程度上 都對於比亞迪來說 他的走勢都受到比較大的影響 但是你看看最近的盤整 我們依然用到黃金分局 比率來看 他反彈 突破了80.9%之後調整 再突破80.9%之後回落 回落到80.9% 都是前期的高位 所以這個位置相對於比亞迪 一定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支持位 重要支持位 不代表不跌穿 那麼 若緣跌穿呢 若緣跌穿 有做第三隻腳的可能性 但是從短期來看 他被右邊的籌碼 唯一一個紫色 是代表他現在進入了超賣當中 短線超賣 那就是等待脫離超賣 再觀察一下他 是否可以有反彈的機會 你同樣看下方的MCD 在海貨區 雖然在這個位置下減少 但是依然是很多 莊家太少了 莊家太少了 那暫時還未見到 好像前一輪的行程 因為前一輪的行程都是莊家少 但是海貨減少 莊家多之後 那就拉升了這一波 那現在呢 如果是說要走出一個強勢行程 都需要莊家後期的持續增持 才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這就是關於比亞迪的內容 和大家可以說到這裏 那這裏是聖誕的特別課堂 我們分別就頒美股的行程 Tesla和港股的比亞迪 和大家去進行這個分享 如果你還有關注其他方面的訊息 你都可以進行一個留言 我們下期再和大家去進行這個解讀 好了 我是小金 第一次看片的朋友 記得去點讚、訂閱、打開鐘仔 後期我們精彩內容再分享